韩芸汐猝不及防,下意识双手搂住了龙非夜的脖子。 龙非夜冷意的嘴角溢出丝丝弧度,她足间轻点,身影矫健,抱着韩芸汐很快就消失在夜色里了。 龙非夜带韩芸汐到了一座隐藏在深巷子里的民宅。 中毒的人在这里? 嗯。 龙非夜闷闷地应了一声,转身却拿了一些药伞过来。 把药给我吧,推拿我还是拿手的。 然而,龙非夜冷漠地视线缓缓下意,锁入她的狱卒。 殿下,臣妾自己上药便可,你先出去吧。 龙非夜非但没走,坐在她面前,镜子打开了跌打药油。 殿下,我可以自己来的。 王妃娘娘都把鞋袜脱了,本王自然要小牢。 殿下,你我虽为夫妻,但是……但是…… 殿下,男女说说不清,你还是先出去吧。 秦王妃,你确定要跟本王讨论非礼物事的问题吗? 秦王殿下,你我有名无实,我不怪是个挂名王妃。 我为什么不可以跟你讨论非礼物事的问题啊?请您认真点。 韩芸汐,本王什么时候说过你是挂名王妃? 你进了我秦王府的大门,就是我龙非夜名下的人。 请你记住自己已经是个有夫之夫,守好你的夫道。 你……那就有劳殿下了。 男人的手劲本来就大,再加上他有意而为。 疼,每一下都好疼。 她想,这个女人快受不了了,该投降了吧。 可谁知道,就在这个时候,韩芸汐抬头看来, 一点要投降的样子都没有,反倒是一脸的倔强。 突然,砰砰砰地敲门声传来。 殿下,毕老李又死了一人。 处理好马上出来,我在门口等你。